五岁班的小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上数学课 请打开第六面 第六 打开了第六面以后 记得在上面写上字期 写上今天的字期 好完 写完字期以后 我们来度题目 把较大的数字填写在格子里 较大的数字 就是我们一题一题来看了 二和三 较大的数字是什么 二和三较大的数字是什么 小朋友 对了答案是三 把三写下来 好第二题我们看六和五 较大的数字是 六和五谁比较大 嗯 为了是六 我们把六写在格子里 好再来看第三题 九和十 较大的数字是什么 九和十 谁较大 谁比较多 对了是十 所以我们写十 好来 做完了较大的数字 我们来看下面 我们来看下面这边叫我们做什么 把较小的数字填在格子里 对了 我们读好好 一和二较小的数字是 一和二哪个嘴小呢 哦 答案对了是一 所以写一写好好 一 好第二题看 四和三较小的数字是什么 四和三是什么 对了 是三写三 好 最后一题我们看八和九较小的数字是什么 八和九谁比较小 小朋友们想一想自己把答案填写在格子里 好了 我们做完了第六面 下来我们来看第七 第七面 好 同样的我们要写字期 写上今天的字期 然后读题目很重要 画线把各组分成两部分 画线啊 你看他画线 我们这边要点点 画线这样子 一个是一件 一个是两件 好 现在我们看啊 二和三 小熊手上两到二和三 所以我们就先数两个 一二对了 画线 二 我们写二 好 另外一组 是不是三个 一二三对写三 在这边写三 所以答案是对的 二 一边二一边三 好 我们看第三题 三和三 所以我们要怎样画呢 我们先数三个 一二三对了 三个我就将它 画线下来 分成一组三个 来另外一组呢 一二三 同样是三 我们写三 所以答案是这样 左右都是三 你看小熊的手上 左右都是三 好 第四题 小朋友们 自己来做 他一个手拿三 一个手拿四 所以我们要数一二三 好了 三件裙子要怎样 我们就分开一组 然后另外一组是四 我们检查对不对啊 一二三四对 是四 嗯 这组是一二三 所以跟小熊手上拿的 一样 一组哪三 一组哪四 这样子就完成了我们的功课 好 好 谢谢观看